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摩泰茄书 彼得茄书等 虽然古代社会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与现代社会约工与上司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在属灵约者上却没有改变 对我们今天的职场人士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以福所书六章的五到七节 监文这样说 保罗在这里把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神的关系之下 他劝灭基督徒做别人手下的 不要以为是做人的仆人 而要看成是神的安排 为主而做 因为基督徒的工作并无圣俗之风 反而我们在主面前为主的缘故所做的 都是圣的 都是服侍主的 基督徒的工作表面上虽然是服侍主和服侍人的分别 但若是我们做事的心态对了 服侍人的事也变成了服侍主的事了 基督徒对于主人或是对于上级应该守着我们的地位 虽然因着工作而产生了上下级的关系 或者劳动力与仇心的交换关系 但我们要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主安排的 一个真正忠心的仆人应当重新惧怕 态度战兢地听从肉身的主人 唯恐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了基督 因为神在地上设立了领导与下属的关系 我们忠心的为上司工作 也是蒙生喜悦和被主祝福的行动 基督徒如果以听从主耶稣的态度来听从主人或者上司 他在主的野中就是基督的仆人 是一个忠心主旨意的人 基督徒表面上是做人的仆人 但实际上是做基督的仆人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基督徒工作是在主的野切做事 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一般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或者为了赚钱而工作 因此或多或少总有这样的想法 我只要把老板那一关过去就算了 对我好的老板我就听他 对我不好的老板我就消极代工 这是不正确的一个工作态度 在彼得杰书二章十八节说 你们做仆人的 凡是要从敬畏的心送付主人 不但要送付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送付 基督徒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 不只是要过老板那一关 而且是为了主 还要过主耶稣这一关 所以应当更加的尽力而为 不管老板的态度如何 总要彰写基督的美德 因此基督徒在职场上 虽然做人的下属 但应当以忠心神的旨意 为最高的总则 我们工作如果只是坐在人前 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 得人的称赞 那就毫无价值 如果从心里乐意忠心神的旨意 哪怕是坐在暗处 无人知道 也必蒙神纪念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 基督徒的工作 不光是用身体来做事 更是用心灵来侍奉 主耶稣既是基督我们的那一位 也是评估我们的那一位 基督是最终的老板 在每一天的工作中 我们不单单是服侍人 不单单是在服侍你的老板 不单单是在服侍你的公司 同时也是服侍神 当中的每一项任务 我们都要把它看作 是对神的奉献 看作是对神中心的证明 这才是活出了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阿们